走 带你去榨油 什么油 菜籽油 你看你给我买的鞋子 怎么不好 大家差点山一跤 你不穿运动鞋啊 快一点啊 妈妈 爸爸 运动鞋昨天被我 搬了一下 已经都弄到水了 菜籽在那个新房子那里 拉菜籽 在那里等我妈妈 嗯 过了啊 拉了去那个镇上打 榨油 你猜吧 好 这里是你的地方 我不敢猜 啊我呢 现在我们去镇上榨油 那个菜籽他们自己种的 已经弄好了 直接拿去 你夹了两袋 发去捡鱼 是不是就这两袋啊 妈 猜猜猜的该死的 都在这里啊 嗯 不然我就担了在几个口罩了 可以帮你妈妈 那个地方是谁啊 别疯了 上去 我 我 我走了 没关系 没事 反正那个车都很脏了 我 婆婆去家里面拿了一个医保的瓶子 也能装12斤的油 之前也是装6升的水 这里交通很方便 当时也很 危险 对 过年的时候才最多 好看就来了 只有两个 我婆婆说那里差不多50斤左右 就看看那连菜子能炸多少油出来 今天说是感激 都没有看到多少人 拿了 哇 小心啊 我去看看这个菜了 这有这个壳怎么办 这有这个壳怎么办 然后去就壳了 那个油还没有炸好 我们先去来逛一下 这个站叫 河湘桥镇 没错 平时在家都没什么人 大部分就是老人小孩 一百少年轻人都在问命 你现在不是年轻了 我也回来就挖几天啊 我也会走啊 那是我那个表妹的家 哦 亲戚啊 以前的老街 那条街是新街 这条是许里街 没什么好惯的 买的买的买就好吃吧 这乞瓜怎么卖啊 这一块乳的给我挑个大点的 挑个熟的 這15块钱 15块 要不要改花块钱 那开花现在 一个微生的 嗯 这小小中里面的房子 还要2万 一个月 一年要不要3万块钱 50斤菜籽 这个筷子就变成一桶油 给这个粘着了 玻璃吗 是 玻璃 这个油是人家的吧 这是第二次玻璃 好轻啊 颜色都是透亮透亮的 把那个粘子倒上去 倒完了没有 里面有一个勺子吗 还能炒棒的群菜 可以可以 那还没有五十斤菜子 四十八斤菜子 走吧 南湾这边这么多人种油菜 四十八斤菜子炸了十八斤 炸油花了二十块 你要买十八斤 来两百多块钱 来十八斤 谢谢大家